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有各关心的问题 徐老师最近特爱说 就是说中国人 怎么没有对奥斯卡那种终身成就奖 对老艺术家的那种尊重 对对对 那个片名我现在理解 我们一直找不到好的翻译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奥斯卡讲霍奖影片 老无所依 这个翻译都不准 我现在发现中国就是 No country for old men 没有老人的位置 对 就老人没位置 咱年轻的时候 中国人是No country for young men 等到我们老了 就变成龙片圈 徐老师是不是 你最近经常觉得有点盼老啊 或者在思考老这个问题 我只有在你们这个圈子里才老啊 在我的圈子里 我在我的学术圈里 我始终是小的嘛 对对对 比方说以教授来说 我是年轻的嘛 谁都会给自己找依据 不过再过两年就退休了 放心我们也是永远 会颁发一个文学终身 终身就讲 就像咱们那个凤凰周刊的那个封面 他永远把你捧在手心上 变成他的玩偶 这事我会记得的 广美 最近我觉得你也是有点 有点那个意思啊 是你有点那个意思吧 你看广美最近特别爱聊什么呢 聊这个原谅 和解 对不起 特别爱 对这些事情特别感 当年受害 伤害过我的人 过了两年才来给我say sorr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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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样讲而是我觉得就是原怎么样原谅你自己是释放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你记得我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吗 对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 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讲过很多次这个 我的理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人生当 对我的人生当 可我觉得你这种想法 你还是在跟伤害你的人纠缠不休 没有没有 这很多人都像你这样 你知道你为了他 我跟你说啊 比如说很多人说 两个人的关系后来不好了 比如说分手了 哎呀 百般设计 想想来想去 其实想来想去 我跟你讲 你还是离不开他 你会说很多人说 我一定要打扮得特别亮亮的出现在他面前 你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一个一百万的男朋友跟我不好了 我下次就找个五百万 No no 假如是美女 这个美女跟我不好了 我下次找个更美的更年轻的 这样就来解就来释放你的 不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说 当两个人的生活介入很深的时候 你分手 我不想要你们的分手 你们是真的可以很轻松愉快说再见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很 我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对我来讲 我的恢复期很长 那你说真的会恨一个人 其实我是出了名 我跟我以前每一个男朋友的关系都 现在都还像家人一样 他们的婚礼我都去参加 他们生小孩满月酒 我都去的 你不是脚摧残吗 你不是 No不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我可能觉得说 我愤愤不平的 可能我会觉得说 可能有时候 那个分手没有分清楚 没有分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是一种伤害 但是那个伤害不能够 是一辈子的一个伤害 你说什么 我还是生活在他的阴影当中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必须化悲愤为力量 对不对 你把人家的伤害当成 你为什么才会 我不跟你们聊这个话 不不可以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我跟你说 分手确实是很伤害的 这个 而且不光你一个人 你们什么时候一起编本 说叫分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一个男性的角度 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个活生生的例子 要跟你讲 你现在觉得很好笑 等到有一天 事情出在你身上 你就觉得不好笑了 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 就是男的朋友 男性朋友 就是说认识十几年了 我看一路看着他 他样子也不是特别好看 但因为工作小有成就 就成天就是那种 开名车啊 冲冲浪啊 什么东西 日子过得 日子过得很狭义的 他日子过得非常狭义 家里有娇妻 还有小孩 你理当应该是 非常全力的 去照顾你的家庭生活 不是 他也是那种小女朋友 一个接着一个换 我说你这样子好吗 你老婆没关系吗 老婆也可能 你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我说你这些女朋友 我每一次见 我大概平均 两个月见她一次 每一次女朋友 都是不一样的 我就觉得你这样行吗 没关系 好家伙 几个月前来香港 看到我趴在我肩头上 只差就 那个男儿泪流下来 我说你干嘛了 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说谁伤害你 谁这么大胆地伤害你 一个十七岁的小女孩 用她平常对那些 小女孩的方式 对待了她 就是跟她好了一段时间 几个月就 OK 那就这样子了 拜拜 没错 她就觉得说 原来她是宁可 她付天下女人 不能有天下女人 付她 现在突然出了一个例外了 她就受不了 这事 我跟你说 这要干嘛 老师心存 对不起 那个 男人 她呀 她会有这样的 最后因果报应 你全明白 我就发现 你很多花花公子 说你什么玩弄女性 什么玩玩玩 我跟你说 你用玩弄的态度 对待女性 最后的结果 你跟命运开玩笑 命运就跟你开玩笑 你怎样对待别人的 最终别人也怎样对待你 这个苦果呀 你自己得尝 谁也逃不过去 没有谁是纯占便宜的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一点 你这个 就是 你说这例子真的很对的 你玩别人吗 你玩别人 你早晚有一天被人玩 那我觉得就是 你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吧 我相信她交往的那些女孩 可能也是 也是跟她一样 是游戏人间的心态 所以其实她已经花名在外 那你还愿意跟她在一块 你知道她有太太有小孩 还知道她有很多很多女朋友 你还愿意跟她在一块 表示你应该是不介意的 现在就是比赛看谁下手比较快 所以现在两人要分手你知道吗 大家都在问谁先提的 你知道吗 谁先提的 这个事好像很不一样 不不但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大概是很重要吧 对对以后的心理上 我觉得对男人比较重要 好像是对女的比较重要 那一番是伪装的 那我的你看我的男的朋友 他先跟人提他就没事 十几年他都没事 但一旦人家跟他提呢 他就有事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 人到中年 我觉得那个自信心变得比较薄弱了 他十年前就没这个问题 十年后就有了 但是我觉得您把这个问题 做庸俗化的理解 是有时候人哪 其实很多时候人有人性恶的 这种什么占有欲啊 或者什么 所以说会在乎是谁不要谁了 对吧 可是实际上啊 这是不严肃的 真正严肃的 有良心的人 甭管谁提的分手 我告诉你 回顾你们这段共同的经历 你自己会有一个反思 会有一个总结 就是你对人家怎么样 你知道吗 人家为你付出了什么 你为人家还付出了什么 还有都应该心存感激之心 这茫茫这么大世界 那么多的人 你什么人不碰到 偏偏碰到这个人 不管你时间多长 都是缘分 你感激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恨呢 这世界真是 不要恨 不爱不爱 要和解嘛 所以最近广美 和解社会 就有一个他 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正好来印证 最近的这个是什么呢 当年曲美凤 那么曲美凤的那个光碟 那个叫沈戎的 对 在台湾有一个 判了 他是做了一年 判刑判两年 但是好像遇到了一个 什么减刑 所以他就应该是六年前 还是七年前出了这件事情 就是曲美凤被人家设计 偷拍了那个心爱光碟 我相信很多人 现在还有那个收藏版 然后没想到呢 这一家 他们叫做 那个杂志社吧 他们随 因为那个竞争非常激烈 杂志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他就随杂志 附送一张曲美凤的心爱光碟 所以呢 后来 抓起来 不晓得谁告了他 但是拖了那么久 他好像是在两年前被判刑 就是要判两年刑 就做了三百四十几天牢之后 就是符合什么减刑的条款 所以他就出狱了 对 前天出狱的 最近出来了 出来了曲美凤去迎接他 特别从澳门飞回台湾 去迎接他 带了那个猪脚面线 给他去 台湾人是要吃猪脚面线 去没运的 而且还把手上的 这个带了多年的佛猪送给他 代表这个原谅与和解 但是徐老师看法很不一样 对 因为因为曲美凤现在 据说是高清被 高清被拼到后压卫生 非常高清 因为这个光碟 他名跟力都 更上一层楼 所以当然要感谢这位 曲老师 你看 刻薄成性吗 这是 这是刻薄吗 难道 其实我觉得 徐老师 对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 我当初看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哇 他真的好 我觉得 对一个女孩子 好冰心哦 是吧 不是 我觉得对一个女孩子 出这样的事情 是再难堪不过的事情了 我觉得我可能 花一辈子 我也没有办法原谅 我看很多人 cover得很好 所以 这个你就讲到了 现在娱乐圈 其实有个很奇怪的文化 他们说 只要有消息 就是好消息 对 他们觉得无所谓 是什么 no news is bad news any news is good news 最近流行很长一段时间 那我最近应该高兴了 是吗 你这个太小了 很快人家就忘掉了 你还得再滚一滚 对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最近为什么要开心啊 我最近觉得啊 这个 有的时候跟某些人呢 有一种缘分 这个缘分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 哎 你们有没有缘分 你们非常有缘分 但是你们这个缘分呢 特叫阴错阳差 你知道吗 刚好就错上了 但是很有缘 在无尽的时空中 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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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下都没碰上 你知道吗 有时候有这种缘 所以我就想 我是从哪 我从徐老师 要跟我们讲的 香港最近 一个特别奇特的 一个案子 一个事情 我得出这个阴差阳错 这个体会 来徐老师 体会是你的 这个消息是我注意的 就是说有一个人 31岁了 结果呢 突然 因为血型跟妈妈不对 所以他们去做了一个DNA 结果做出来呢 就是说 他不是他妈妈生的 就是31岁了 然后也换句话说 就是说他31年前 他婴儿是掉包 搞错了 医院搞错了 医院搞错了 所以现在呢 要查这个 当初31年前 这一段时间里边的 差不多100个婴儿 跟100个母亲的DNA 但是问题是 这牵涉人权 你不能强迫人家来查 只有人家自愿 回来给你验 你才可以 而且他们拿去验的结果 又是保密的 他们自己也不能知道 因为你知道 你现在勇敢 他们很勇敢了 他那个 他对他父母 就是说现在才知道 他不是亲生父母 但他出来说 跟我亲生父母一样 你们养我30多年 这个一模一样 只是我现在知道 我另外还有个亲生父母 那我想办法去找找 他父母也支持他找 可是你知道 这个连环性是什么 要是人家收到通知说 也是那个时候 那个战役医院的 出生的小孩跟父母 你说你敢不敢去验呢 因为你一念出来 就可能 就不太善一个家庭了 咱们看看这个家庭 咱们看看这个家庭 这个照片 这位就是这个31岁的儿子 对吧 大家看下边 这位是他的 等于现在叫养父养母了 但这么多年 一直以为是生父母 然后第三章 就是他们在一起 就是说真相弄清之后 一家人好像还是这样 就说不是亲生 胜似亲生 但是我看这个新闻 就想起很多人伦的考验 这家已经是一个考验了 对不对 你想一想看 现在30岁 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 要是我呢 我一定不去验 我一定不去验 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呢 那个100对人 像你这样想的话 他们现在也不去验了 是不是 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像你刚才讲的 验完之后 因为政府已经说了 验完之后 他会极高度保密 他不会让你知道结果 那谁是受益人 但是只有说 你假如验出来 你们 比方说他验出来 另外有一对 他们不是母子关系 那他会 应该会告诉他吧 那然后他们就会交叉过来验 那那个母亲跟这个儿子 是不是match的 要match的话 就等于说 你妈妈 你住在这里 你住在扎电山 你妈妈在慈云山 或你妈在山顶 你妈在山顶 那就惨了 山顶还惨 你不明 生的还是养的 不管怎么样 他的讲法里边 包含很大的阶级内容 不不不 你知道 真的你知道 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养育你 三十几年的父母亲 跟亲生父母 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 是没没 但是 但是还是亲生 他有权利知道 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不对 你不能否认 他这个权利 对不对 他们现在出来批评 政府在各方面 幼儿园档案没有了 很多资料是不全的了 你要这事情发生在内地 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 只是不差而已 肯定很多搞错的 我小时候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 叫名言叫难得糊涂吗 大家都不要搞得太清楚 我妈老就跟我讲说 你肯定是报错的 我跟你说 就是有的时候 你得相信命运 那当然一方面要谴责 你的医院不能搞错 对吧 相信命运 对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 同样也有一些事情 最近你们台湾 前一阵我看见 哎呀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电影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说 1967年 我出生的那一年 一名台湾男子 在香港 邂逅了一名越南女子 两人短短的热恋 越南女子怀了孕 但是最终两个人呢 还是不能在一起 各自走天涯 这个女的回了越南 怀着孕 他妈妈生病了 所以他要赶回去 他要赶回去 这个台湾男子呢 就回了台湾 然后这个女的 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两个人临别的时候 那就是哭得多惨呢 然后呢 留下这个定情的信物 这个男的 给了这个女的一个照片 背面写着他的名字 还给了一个金戒指 就给这个女的 就是咱们的信物 带回去了 戒指里面 还刻了她的名字 还刻了名字 这山崩海市 真的是 山崩海市 我跟你讲 这个缘分呢 妙不可言 她在越南 生下了这个女儿 后来呢 这个母亲死了 临死前呢 也是把她这个女儿 托付给别人家 养 托付给姐姐 托付给姐姐 就是把这个照片 和这个金戒指 也一起 就放在这个婴儿的身上 然后等婴儿长大了 甚至都结了婚了 这个女的 你知道吗 她为了解决家里的困难 也是为了想寻找到 她的生生父亲 然后就听说 她生生父亲 是在台湾 所以呢 她跑到台湾 去做费用 不能讲 所有的用 去帮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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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护工 看护工 小保姆 还是叫什么 台湾是不准 有那个 直视看护 看护 你知道吗 就在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雇他 就是做这个保姆 做了七八个月 就离开了 就他看护的这家人的一个亲戚 就是一对老夫妻 那个太太过世了 他是当那个看护 就等于看护这事也就完了吧 他就原来在台北县干这个活嘛 后来他就到了金门 但是到了金门呢 他就发现 他这个丢了东西了 他把这个包裹丢在上个雇主那了 而上一个雇主 那个七八十岁的老先生 老先生 打开他留下的包 突然间发现 这是他女儿 这是他的女儿 这是当年 他的照片 他的金戒指 哎呦 老先生就拿着这个 跑到金门 见到这个女儿 说我就是你的生生父亲 你说这家伙 真事 你看这照片 你看这照片 这是几十年的 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这就是这个越南的 这个这个来做保姆的 这名女子 这是人间奇情啊 嘴里说啊 广美 你嘴里说没区别 亲生不亲生没区别 你看 其实还是有区别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DNA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残酷 非常非常认真要对待 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 女的结婚了 结婚生了小孩了 然后突然怀疑 这小孩不一定是他的丈夫了 突然怀疑 然后呢 他又承受不了 他其实承受不了离开他这个丈夫 要不要去验DNA 要不要去验DNA 我跟你说 笑不出来了吗 没有这问题难倒我了 我还听说过那种事呢 就是夫妻俩撒孩子 不是大陆啊 撒孩子 问题在于中间这个 不是亲不是他老公的 你说这会让夫妻俩怎么办呢 就是说 但道理是一样的 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亲生的 最后发现中间这老二 就说明这妻子中间出轨 你明白吗 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这只是比较单纯 牵涉到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 但是那个是家庭 那是几个家庭的问题啊 前一段时间内地有一单新闻 就是有一对夫妻 年轻的时候在国外留学 留学生了 就是结了婚 生了小孩子之后 就因为经济困难 所以得搬回内地去 后来他们好像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把小孩子脱钩给他们的邻居 还是他的同学 所以那个小孩子呢 就跟着在那个国外的那对 所谓的养父养母长大 但长大之后 现在内地的那对夫妻 现在经济状况好了 就希望能够要争回那个 那个所谓的抚养权 但是那个国外的那个爸妈妈当然很舍不得我养了十年的小孩子 怎么你说要回去就要回去了 但是在法律上的话 生父母是可以把小孩要回来 但是那个小孩回到内地之后 他非常的不适应 他人家他也不会讲中文了 不肯回归了 对他不会讲中文 人家问他说 我们马上就要回 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 我是美国人 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嗯 哎呦 你该怎么办 你这个人有点政治隐喻这个故事 No 这完全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 是 这是一个困境 但怎么办 所以DNA这个东西是一个巨大的发明 可是它带来了很多人的问题 对 在DNA 长久来说DNA会摧毁男性中心的社会 长久来说 因为男性中心的社会之所以建立 就是因为当初在丛林里 男的要知道他的后代是谁 他才控制女人 男人控制女人的最初的东因 就又是要知道自己的小孩是谁 现在DNA可以知道小孩了 所以给女性解放有了一个彻底的根本性的条件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 DNA就是 就是你看用下去 你看这一把刀切下去 我刚才讲的 现在不能想的 你觉得现在人家有人研究DNA就说什么呢 说你还以为你真是个人形啊 你就是个容器 你明白吗 你是个DNA的容器 人家甚至就说呀 你这辈子得什么病 会遭遇什么 在DNA里都有 已经决定好了 你啊 你就是个携带的容器 你还觉得你整天还有理想 有事业 你的一切实际是DNA决定的 你把我传下去 我有个朋友特别相信这个理论 他女儿带回来一男朋友 荷兰跟南非的婚学 他看到他女儿跟荷兰南非婚学 他就在想 他的DNA要去哪里 你都没了 你都没了 我真的没了 你都没了 你都没了